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片段想介绍一下校园有点神奇的生物 应该说是两种生物 但它们是一个共生体 大家看到树干这里 有点绿绿色的 它叫地衣 一片像三文字 顶和底那块像三文字的面包 就是真菌 中间夹着那些所谓的馅 绿绿色的就是组 叫共生体的意思是 它们一起生存 反而大大增加了 两种生物之间 就是组和真菌之间生存的基率 很简单说 就像互利共生 你帮帮我帮帮你 就可以大家生存得好些 绿色的光合状 但比较脆弱些 尤其是保护不到自己的室水 如果给两种菌丝 内行能力比较强些 就夹在中间 反而可以帮它捕到水 为何互利共生呢 组就提供食物 因为它懂得光合状 而真菌就提供保护 储存的水分和抗物质 给了组用 所以它们最出名就是 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可以生存到的 譬如说那些很干旱的石片等等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叫它先锋植物 任何生物都生存不到 是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就是它们生存到的 引来一连串的生态改变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有时间 可以找找一些生态概念 譬如叫掩堤 就是如何由一块石 变成一个森林 这个很有趣 我们看看校园里面 究竟那些组 为什么有时候 在某些树 也生存不到 有时候生存不到 也很有趣 整体来说 组是一个 越来越受那些生态学家 注意的一种生物 因为它对空气污染 其实很敏感 稍为空气污糟一点 它生存不到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project 就是譬如元朗区 你尽管数一下那些树 那些石面 有多少这样的地位 尤其是数不同品种 品种越多 就是说那些地方 空气越干净 那你闻多几下 譬如去到观塘区 那些很难找到森 因为太污染的地方 就是那些榴化物 淡化物 很快就会害死它们 先看看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 为何是这几棵植物 才那么容易找到森 在上面 为何这棵又不行 这棵又不行 因为它逐个区域 在路中公园里找一找 解释一下为何 大家看看这棵树的树干 整天脱皮 什么原因都好 它是长肥的速度快 或者它根本自然是剝落的 你看到吗 这些地衣是生不了的 一贴上去 几乎跟着树皮脱 所以这些树 基本上不会找得到 有地衣在上面生的 这棵树干瓶后院里 这棵树 基本上树林都比较老 它的直径是稳定的 不会再长肥 你看到树身 一路生了几多 几多地衣 树身稳定 就是树皮稳定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楼中门口的百千层 更加极端例子 看见到 百千层 基本上它树皮 积极不稳定 这些就不用知道 找到地衣 点蜡烛在上面 这棵楼中门口的血童 病得很紧要 之前的片段 有几多的生态片段 看到它们有很多寄生虫 看到树身 有很多龟裂 基本上这些都是一个 不健康的迹象 又是这么不稳定 你叫地衣怎么在上面生 一蠟烛在上面 已经被那些树皮掉下来 脱皮 还有树皮暗淡 很多树洞 这些全部都是 不健康的一个迹象 这些树基本上 都是生不了地衣 的 有什么地方 是 那这些人 这些人 可能是在温度上 有什么地方 我可以说 就像一个方法 那些人 有很多地方 那些人 在那些车缴 有很多地方 有很多地方